关之林独居过一豪宅,担心被坏人盯上,拒绝透露藏了多少宝贝。 关之林上个月刚刚跨入60大关,他宣布拍卖掉珍藏30年的珠宝,部分收益用于慈善。 近日,港媒又曝光了关之林的采访内容。 当记者追问他收藏了多少珠宝,关之林笑着表示,不说这个,为了我的安全。 开个玩笑而已,因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,要知道关之林现在是一人独居,偌大的豪宅只跟爱犬分享。 关之林目前独居在1.5亿港元的半山豪宅,他曾在节目中公开豪宅内景,室内有全景阳台俯瞰为港,几乎是该地段最贵的房子了。 关之林非常注重风水,还找了风水师鉴定,当时风水师也夸赞他有格局,布局得非常好。 事实上,关之林的弟弟就是风水师,相信他是找弟弟看过,不过弟弟有自己的家庭,没有陪他一起住在半山豪宅里。 关之林的豪宅内有数不清的红酒,名贵衣服和包包,他之前表示希望搞个慈善会拍卖,捐给有需要的人,现在又拍卖掉了过亿的珠宝,让网友不禁感叹,活得真通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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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